美國Metafine皮膚診所資料顯示,隨著皮膚自然老化 膠原蛋白和彈性蛋白等僅致皮膚的蛋白質就會流失 而膠原蛋白含量降低就會導致皮膚和面部肌肉失去彈性和色調 皮膚就會出現下垂 尤其是在眼睛下方的皮膚非常薄 隨著時間推移,眼袋就會開始形成 位於眼睛下方的脂肪墊,開始滑落而填充蓋空間 造成眼袋或浮腫最常見的原因就是自然衰老 約翰霍寶金斯面部整形及重建外科醫生 蕭恩德塞醫學博士說 老年人皮膚變得過於鬆弛,就會容易下垂或起皺 眼睛周圍的肌肉和組織也會變弱 導致眼袋看起來鬆弛 這種減弱使得眼睛周圍的脂肪突出 形成氣泡狀的外觀 除衰老因素之外 梅膀診所指出 以下還有六大因素會導致眼袋形成 或者進一步惡化眼袋外觀 其中包括第一是液體儲留 如果飲食中的鹽份過多 蠟就會在體內保留水分 導致出現液體儲留的症狀 它使人體更浮腫 尤其是眼睛周圍和腹部 第二是睡眠不足 美國疾病控制及預防中心建議 十八歲至六十歲的成年人 每晚至少有七小時的睡眠時間 第三是過蜜 美國眼科學會資料顯示 過蜜是指身體的免疫系統 對通常無害的過蜜源作出反應 過蜜源接觸到眼睛時 眼睛內的某一些細胞 就會釋放造胺和其他物質來抵抗過蜜源 這種反應就會導致眼唸和結膜變紅 腫脹和痕癢 第四是吸煙 吸煙會刺激和傷害眼睛 煙霧會導致眼睛發紅、痕癢和流淚 即使是你周圍的二手煙 也可能使你有過蜜反應 導致眼睛流淚並引發眼睛下部腫脹 第五是家族遺傳 有些人很容易有眼袋 因為是家族遺傳的 因此如果你的父母有眼袋 隨著年齡的增長 那你很可能也會有 第六是多種醫療狀況 例如皮炎、皮膚炎、 腎臟疾病和甲臟腺眼病 眼袋通常是美觀問題 很少是嚴重疾病的體症 梅奧診所建議採取以下六種有助於燃換和消除眼袋的家居療法 第一可以做的是冷敷 用冷水將乾淨毛巾整濕 早上起床時用濕毛巾 在眼睛下面和周圍的皮膚上輕輕按壓幾分鐘 第二是限制飲食中的鹽份 臨睡前減少液體攝入量 這些將緩解可導致眼袋的液體儲留 第三是不要吸煙 吸煙是會加重眼袋問題 美國眼科學會指出 吸煙會加速膠原蛋白的流失 這會使得眼下方嬌亂的皮膚變得更薄 從而導致血管更明顯 第四是確保充足睡眠 對大多數成年人來說 理想的睡眠時間是7至9小時 睡覺時可以增加一個額外枕頭 將頭部微微抬起 這有助於防止睡眠期間液體儲留在你眼睛周圍 第五是避開過敏源 這可以使用非處方抗過敏藥 如果你因為染髮劑、蕃茄或化妝品 甚至其他過敏源而出現下眼簾反應 請向醫生諮詢預防策略 第六是使用化妝品 如果你想染蓋下眼圈 可以嘗試用化妝遮瑕膏 遮蓋眼睛下方陰影 如果它有新方便 巡視環 請你擺佔 有しか不一定的